阿华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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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是阿华 今天主要就是在討論說 就是信任小幫手接下來 因為過去就是專注於 假新聞問題新聞 但是現在主要的一些 問題新聞樣態其實 並沒有辦法 就是那麼 就只用一個假新聞來去描助他們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花一天的時間 就是在討論說 有哪些假新聞的案例 有哪些問題新聞的案例 然後這些案例要被整個呈現比較好 然後以及一些用語上面 例如說像 其實 或許我們有很多新聞 他的問題就是說 很多新聞就是你看他內文後 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他為了賺取點閱數 結果他的標題可能弄得很 很吸引人混 他的標題跟內文是有落差的 那這樣的新聞 或許最優先是因為小幫手 接下來要加的一個標線就是說 他的標題與內容可能有出入 然後其實還在加上描述說 他的出入在哪邊 例如說 像今天早上 我在提案提案 提案連送人的意思 其實連送人其實講的是說 那個 黨產問題他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他兩邊都有寫 但是不像標題是只寫一邊 或者是其實有很多新聞 可能也都是 就是你可能必須要再去看內文後 然後才比較適合就是來閱讀這個新聞 那以及說 我們大概有列了一些分類 例如說還有一些 有些新聞是想要賺取流量的 那這種賺取流量的新聞可能 或許可以透過小幫手來做個爆雷機制 就是說 譬如他標題寫說 某個藝人 他做了一件善事 然後做了這件事 然後大家 他百萬人都感動了 然後 下面就用宣傳說 你願意被爆雷嗎 然後給他去之外 他做了什麼事 那如果你看到他做了什麼事 你還願意點進去 就原來這宣傳真的有價值 你就點進去沒關係 你看他就不想點進去 原來這宣傳就是個認識了 那 所以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也希望宣傳到知道 可以有一個來源請求功能 這個來源請求就是說 欸 我想要知道說 這個新聞 它的來源到底是來自哪裡 但是我並沒有這個時間去查證 那麼我可能就在宣傳幫我點一下說 那個 特別有人幫我查一下 那 或許 就會有個介面來顯示說 那個 最近有哪些新聞 特別熱門 是被大家希望能被查證的 那麼 或許就有一些 熱心的胡聊人士 就可以優先來把這些 比較熱門的新聞 來幫忙查證 來幫忙來找 那麼就是進一步 來找說 是不是 這個新聞跟它的原文是有出入 然後讓大家其實在看新聞 或討論時事的時候 沒有更多依據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也有討論一些樣態 也整理了一些新聞的範例 那麼 今天也看一個slank channel 叫做newshelter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最近有看到任何新聞 覺得有問題的 覺得說這個新聞好像有點在帶風向 或者是 就是覺得看得有點小不舒服 那也歡迎大家提供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一起來討論說 這樣的新聞 是不是有辦法被怎麼樣的標記 然後不是直接去否定這個新聞 而是說 怎麼樣提醒就是閱聽者 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要注意的 那也謝謝今天 就應該一起來討論 西部長報來成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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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